有民眾反應 高雄也以為車站前的廣場 機車族亂竄 恐怕會引起來往行人的安全危害 記者實地來到現場觀察 接近中午時間 發現確實有機車族騎在人行道上 速度飛快並且數量還不少 更誇張的還有直接騎上了行動輔助坡道 當地民眾表示 這種現象時常發生 主要就是蠻危險的 因為很多就是小孩 有些都會在這裡運動 對 就主要是危險吧 剩下應該是還好 他如果不能過 當然就是不要過 但是的確是造成困擾 因為真的是太大 他要繞一大圈再過去 所以是不是應該是有一個 譬如說請政府再思考一下說 可不可以直接過 但是是不是要勢必跟行人 有錯開的一個方向 譬如說這個就是車子的那個道 又有了你看 對 不只是這邊 就在記者採訪時 依舊有騎著機車的民眾 迅速飛遲而過 穿越廣場的動作似乎早已習慣 附近民眾表示 鐵路地下化 地面上的鐵道 改設置成綠原道後 利益良善但卻苦了來往美名路 以及九路四路的機車族 為了不繞一大段綠原道 或是趕時間通勤 只好便宜行事 冒著違規風險直接穿越 就是因為要繞蠻遠的路 就是感覺如果這裡用一條 感覺會蠻方便的 不會造成就是跟機車族的衝突這樣 真的很不方便 可是他們又必須得 他們又 有些人他就又違規 可是我們 我相信大部分的人 是不希望違規的啦 對 那我覺得說政府的做法 應該就是要站在 立民的角度上面去思考 那如果能夠政府在這邊 做得很好的話 那人民也不用違規不是嗎 對 民眾也建議 人行道的設計規劃 應該考量符合當地需求 類為車站前廣場 若是使用率不大 也可加設車道 配合燈號指示通行 來往車輛行人都雙贏 不是沒有潛力可依循 記者李佳龍高雄報導